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現貨發售 大家可以上普羅的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雨,肉購重促 這宗新聞,很多網上對這類新聞很有興趣的朋友都說了 我們要複述一下 前幾天在巴基斯坦的巴士爆炸,相關了很多人 但竟然有很多中國人在這裏 中國人應該是工程師、工人 在巴基斯坦收錄 現在剩下的疑問是 究竟是一個意外還是一個恐怖主義活動 北京已經認為這是一個炸彈案 但巴基斯坦就說 不是,我們還在調查 但這班工作人員他們去做甚麼呢 應該是參與一些工程 參與工程 我想離不開一帶一路的項目 但大家有記住 其實對於中國這些官員 或者當地的商人 以似是工程師的襲擊 這不是第一次 大型是第二次 有小型的 其實不僅僅是很多的 有一個我記得 其實應該是炸彈中國大使館的官員 但是那件事炸彈了 在下塔的酒店 炸不到 但是巴基斯坦有些人 他對於中國在當地 譬如說他們參與工程 甚至類似說他們控制了地方的資源 其實他們已經很不滿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想連記就是 現在阿富汗開始是塔利班扎式 因為他已經佔據了一些阿富汗和外國溝通 以及運輸要塞的地方 塔利班已經佔領了 即是他在收買路程 我的疑問就是說 譬如說這些巴基斯坦的爆炸 究竟是當地人做 還是還是所謂一些極端的伊斯蘭組織 跟塔利班有關的他們去做 這個我想中國的情報人員 亦都在問這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將這些新聞連結 在現在阿富汗的最新局勢 我上個禮拜已經說過 就是阿富汗 塔利班現在跟中國是很朋友 我們是不搞你的 不過你最好來這裡投資 那是不是那麼順盤呢 我就極度懷疑 就是塔利班其實都是講錢 那他有了錢之後他會做什麼呢 他首先買軍貨 他會建立整個軍事的力量 那他建立到之後 他會不會跟你這麼友善呢 那我相信中國也不會這麼幼稚 說我避了錢給你之後 你接著就聽話了 所以前幾天外交部也有一個新聞說 就怪責了美國 你不可以一走了之 就走了 那很奇怪的 你不是一直都在罵美國 好喜哥哥搞事嗎 但是中國可以做一件事 中國可以警告美國 就說如果你有沒有搞 就是最終他會搞你 因為這個塔利班 可能再搞多次9月1事件 那他又不敢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多事情很巧妙的 因為現在覺得知道這壹事很巧妙的 是不是 因為塔利班他不是人敢扮 最重要是他整班人是不怕死的 他現在跟你朋友的原因 都是錢的問題 他有得錢 之後他跟你反抬 你就吹他不嬌張 是不是 但是他過往幾年 他們跟北京之間的交往 那他談了什麼呢 是不是這樣都信他們不過 或者中間其實都談不到一個結果呢 不是 我覺得整件事都不止塔利班 因為為什麼呢 伊斯蘭的那個勢力 其實你很難猜到他跟著會怎樣 比如說你叫他打美國 他不是不想 不過就是那個 那個logistic所有東西 要花很多時間要花很多錢 跟你訓練人 但是打周邊的國家很容易 是不是 我走過去新疆那邊 雖然有條窄道而已 但是走過去就是 那走過這邊走去 如果阿富汗這邊 中亞那些也是 所以現在俄老都吐 因為那些通道其實就是2000年前 漢朝已經在那裡打中 由漢去中亞 漢都是經過這些走廊過去的 還有另一件事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油管 他們那天沒有油 但油管全部經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可以收買到前 那如果我是泰里班 其實如果我拿到那麼順利牌 那我擴張一下 那其實整個地方 我做婆的 那這個incentive本來很大 這個不一定說支持這個東特決議 是說他擴張那個incentive很強 那待會在緬甸那裡 都會講到這個問題 就是類似的問題 那中國地緣政治是出現了一個 由這些角度來講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復原很大 他那個邊界線很廣闊 理論上他出去任何地方 他去西進也好 去東進也好 全部都有路的 但問題是怎樣 所有路都有人在這裏收買樓前 你去這個東邊 有這個日本 南韓 最近的金仔 金仔 這些都沒有收買樓前 但這些不一定跟他朋友 可能遲些不跟他朋友 那台灣 台灣就 如果攻佔了就最好 如果打得回來就最好 但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 一出去又被美國人攔住你 你下面 菲律賓 菲律賓現在又不跟你不妥 印尼 印尼 越南 又不friend 接著你去西邊 西邊又撞到回教路 就是伊斯蘭的 又要被馬路前 所以上面 俄羅斯 又未必全部朋友 簡單來說 就是 路有很多 但是四方八面 都被人困住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要透過一帶路 要付錢 去疏通這些地方 但是付錢付得多久呢 付錢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 阿富汗本身是一個士金石來的 如果付錢 這個塔利班都還耍你 就證明付錢這件事 不太行 好了 這個情況 現在我相信 沒有這麼快 有結論 但是巴基斯坦那裡 我敢做 我會做一個預測 就是襲擊中國人員的恐怖活動 是會持續的 是 一向都有的 只不過這次比較大型 是的 這個巴士其實是一間旅遊巴士 載一些人去開工 這個十三四 其實裏面有九個是華人 是中國人 另外有一些都不是中國人 應該是當地的居民 但問題就是 是工人 都是工人 就是整輛車都是工人 都是做一個中國的項目 但問題就是 隨意都是隨意見到中國人 就炸了還是 他已經有情報 就是這件事在做什麼 就特意要炸你呢 很明顯目標就是 針對這一個工程的工程人員 是的 簡單來說 另外一個新聞很快 就說到張先生 就是古巴 古巴那裡有 很突然 它有一個基本原因 就是武運肺炎 其實這裡體現了一件事 就是很多國家 在武運肺炎之後 經濟出現了危機 古巴是沒有量 是沒有營料 沒有能源 沒有藥 結果現在那些人就炒到 其實那個情況 都是跟先一排哥哥哥 在那個情況一樣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因為 幾個大佬都死了 卡斯特朗 早幾年釘了 弟弟已經退了 現在這個完全沒有任何歷史地位 靠它鎮不住 是鎮不住牆 現在他們就blame 一件事就是美國佬的制裁 但是對於古巴人民來說 他們現在說到上下 我們受救了 對於我們香港來說 其實我們對古巴是興趣不大 除了牆毛之外 但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因為為什麼呢 由冷戰為留下來的共產政權 現在沒有幾個了 古巴倒下來之後 剩下越南 北韓 越南已經變成修正主義了 但是他還有一個名字 就是共產黨 是不是 古巴那個其實都不是叫共產黨 是勞動黨 實際上都不是正統那個 就是蘇聯那系 是毛派的 是毛派 即是他又和毛澤東都不對 OK Anyway 他是比較獨立一點 但是都是一個 在冷戰為留下來的 就是共產主義政權 那麼如果他都收屁呢 就 尼波爾的毛派 毛派 毛派 又抬頭 現在 但是他不屬於冷戰 是 為什麼 古巴是屬於冷戰 如果你說冷戰 就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古巴危機 是影響了整個世界 他都收了檔 代表是美國人勝利 那麼現在 古巴也有很多難民去美國 但是 可能香港的處境好過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於民主黨來說 就是這些古巴難民 去了美國 他們是共和黨的票 不會投民主黨的票 所以他們就不要這些難民 但是如果是共和黨 上台就 歡迎好這些古巴難民 為什麼呢 這次連福利達都輸了 我們 很多古巴難民 馬上去到 沒多久就有投票權 你看到美國的兩黨政治 有時候都是 很心急 現在Texas 那裡我們沒有時間說 那裡又搞得很搞笑 好了 不妨礙張三 張三 你今天 其實有一兩件事都很重心 是 那先說一下 一個比較特別的新聞 就是說 軍方指示軍官 有照片嗎 沒有的 這個就不用照片了 軍官不得與參加不合作運動的人結婚 那很奇怪 為什麼要搞得結婚呢 他就只是說軍官 一般軍人不知道有沒有禁止 同時下令不得與根據第505A條被捕的人結婚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等於一個什麼煽動罪 煽動什麼呢 這個就是五月政變之後的新法律 這個規定就是 如果你發佈謠言 或者報導 或者意圖令到軍人 任何軍人 就是海陸空軍 這些所有的 就是半變 或者以其他方式 就是不遵守命令 或者不力行其職責的 就是犯罪行為 譬如說 我們軍人就不應該參與這個震暴 就是暴力制壓人民的 就是犯了這個505A 如果根據被捕的人 所有的軍官 就不可以和一人結婚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要將結婚提升到這麼高層次 真的要問他們才知道 可能我們想不到這件事 可能會被枕頭撞 影響到軍官 那軍官可以影響這個人 這個妻子 不一定的妻子影響那個軍官 我相信問我都知道哪邊影響力大一點 另外就是剛才你說到巴基斯坦 一個是伊斯坦方面的 伊斯坦國家的一種顧慮 在12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通告 決議 由巴基斯坦作為代表的伊斯坦合作組織 提出的 譴責緬甸軍方針對羅興亞人犯罪限 同時要求分開兩件事 現在的政變局面要求緬甸軍方啟動全國和解進程 好了 這個議案是一致通過的 問題在於 他不是譴責緬甸政府 而是譴責緬甸軍方 他似乎是將這個和羅興亞人的侵權行為 和民人政府揭清了 是揭清了 即是不關羅興亞人的侵權行為 現在在這個人權理事會上 似乎是做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7月15日 昨天的新鮮滾意辣 一個受聘於緬甸軍的稅客 美國是一些稅客團體 本身有以色列和加拿大雙重國籍的稅客 宣佈和緬甸軍斷絕關係 為何呢? 因為緬甸軍受了制裁 沒有錢出 你不要以為他那麼好人 原來因為他做事 這些勞逼人一定是計錢的 小國崩都不會跟你做 跟你真是友親 是啊 他收不到錢的時候 一定是不做的了 是啊 如果就算做他收免軍的錢 會不會連續制裁 所以美國的制裁是有效的 問題是他是不是真的打到那個關節 是的 其實這個合作只是200萬美金 其實真的不多 當然了 200萬美金可能只是一個去的薪酬 那他背後運用的資金多少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可能是200萬美金 不知道多少 20萬也未必得到 所以他就說 已經跟他斷著來往了 另一個是一個侵權的行為 6月16日在黑倫民族聯盟 即是黑倫邦的一個華視人 組織 去一個叫黑倫民族防務組織 這個就是一個分支組織 在廟挖地那裡殺了25個收勞工人 一事 黑倫民族聯盟 就成立一個專案組織調查 但是被調查的黑倫民族防務組織 就說這25個人其實是偽裝的 他們其實是軍方假扮的 他們在現場也有軍服和武器 但是黑倫民族聯盟就說 這件事我一定要徹查 亦都是調查之後 根據真相作出適當的行動 他亦都說到 我們一直遵守日內瓦公約的 一個不可以容忍殺害無辜平民的行為 到了7月8日 黑倫民族聯盟發表一個聲明 就這件事件 他就是處分了黑倫民族防務組織的司令 以及另一個是主管 一個是上格一個是上位 將他們停職 這一個就是表示 其實他們這個地方組織 其實都算有軍法 當然那兩個人就覺得不滿 上訴 其實沒有什麼上訴 即是土雲底 除非他得到自己 我又脫離又走出去 不知哪裡 但看來他們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我想都是鞠躬下台的 另外我們上個星期不是說過 緬甸其實很多地區 那些人都不交電費 就出了通告 就要交電費 不只出了通告 今次軍方國家管理委員會 在12日在新聞發布會 就呼籲大家快些交電費 就說只有繳納電費才是一個合格的人民 你不交電費就不是合格的人民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已經說了 其實很多當地居民、緬甸人 因為沒有交電費 就被撤斷供電 其實很多地區 很多人在五個月已經沒有交電費 那就好,不用交電費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上個星期說過 陽光那邊又炸彈 你出了通告 就炸你電力公司的辦事處 我們上個星期報道之後 其實在7月10日 又有一宗 在陽光那邊又有電力公司的辦事處 又發生炸彈事件 接著到11日 這個我覺得比較無辜 有兩個 喜萬德勒 有兩個 上門收電費的電力局的人員被槍擊 一個是死亡,一個是受傷 這個比較無辜 我覺得需要這樣做呢 然後到14日 都是一些刺殺事件 另外也是在馬那省 一個鎮裡面 有些政府派發防疫用具的時候 被人開槍射殺 一死兩傷 另外就是一個是刺殺事件 是另一個邦 近來比較少 其實這些地方都不斷有 地方軍和國防軍 緬軍有衝突 一個是上衛 是 最便服開電單車返回軍營的時候 被人連開三槍射殺 其實這些暗殺事件 或者刺殺事件 其實依然還有 要阻礙你才 因為都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七名被制裁的中國官員 包括陳東、何靖、盧新寧 受醜控、譚鐵牛、楊建平和尹中華 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中被凍結 咦?為什麼美國的資產呢? 不是 如果他們有美國的資產 就被凍結 真的要查一查 美國會不會太刺激 公佈他真的有資產 如果不玩的話 真的可能會公佈 不用的 你只是查一查這些人的 直系親屬 他們在美國有沒有留學 有沒有親戚在美國 你都知道 美國佬 你不要當他留學 他真的玩這些東西上來 他真的玩到你殘 那你繼續 好 那你剛才有講這些爆炸案或一次殺案 那跟著也是爆炸案來的 就是在前日 14號之後做 在雅城 再跟大家重複一次 曼德勒是一個省 曼德勒省的首府叫做曼德勒市 曼德勒市 我們華人叫做雅城 所以我也習慣叫做雅城 雅城一個市政府辦公大樓 發生爆炸的 爆炸之後 在附近的油罐車 不知道是受到波及 還是被人點火 都會發生爆炸 那些人聽到是三次爆炸的聲音 我們看看這一張圖 就是那個爆炸時候的照片 那些白鴿也很有吳宇森電影感覺 那些白鴿也飛了 據說是沒有任何人員傷亡的 因為他都比較早 早上6點多 6點半未到 另外 就有一個曼德勒省 就是一個人民解放 人民保衛軍發表聲明 就是他們在當地時間 7月10日燒了他們當地 一個舊警察局的鬥子 那為什麼要燒呢 因為這個警察局的舊子 現在是在市場 被免軍佔領使用的 好了 為什麼要說出這個新聞呢 在萬德省裡面 就是一個中央政府 一向中央政府 甚至是說 現在免軍是控制地區 那麼它的人民自衛軍 就是People's Defense Force 可以做到一件事 表示免軍在地區的控制力 已經日漸消弱了 不單止是周邊的一些幫 就是少少民族的地方 而連他們自己免族的地方 都開始管不住了 好了 我又看回其他地區 在7月9日 就是上個星期 黑鑫獨立軍 一個很打得的地方軍 以及當地人民保衛軍合作 就是將這個駐紮在當地一個鎮 的一個 向160名免軍發動攻擊 這個免軍至少20人被擊斃 另外70人被擊傷 都死傷過半 事後免軍就派出兩架噴射機 在當地無差別的軍炸 好了 我們都很久沒有聽過 緬甸出動軍機 其實 是啊 又有了嗎 可能有了 但是你會看到 在這些地方 不會在偏遠的地方軍炸 很久沒有聽過 好了 在這個衝突裡面 反抗軍就有六人犧牲 好了 我們要注意 要留意的新聞是什麼 黑鑫獨立軍 簡稱KIA 其實他們一直都反對 看回我之前所說的 其實他們一直都反對 在他們黑鑫獨裡面 另外再有新的反抗軍出現 要有的都要在他們的 控制法 在他們的管閉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人民保衛軍出現 是一個獨立軍 他現在說合作 不是他的指揮 是否這個黑鑫獨立軍 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呢 我相信都會的 當然 他亦都說 相信他們有自信 這個新成立的人民自衛軍 受他們控制 另外 去到11日 都是說黑鑫獨立軍 他亦都攻擊另一個免軍的營地 佔領了那個據點 雙方都沒有公佈這個傷亡 獨立軍那方面 是擄獲了很多武器 去到12日 另一個是黑鑫獨立軍 黑鑫獨立軍 和免軍在一個陣上有軍事衝突 從早到晚到12小時 至少擊斃了7個免軍 另外 就是12日 我相信有些觀眾 在網上都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石街省有一條村 有15名村民 已經是逃入了 是樹林裏面的村民 是被屠殺的 他們的相片 都有一些靈人不安 所以我都不拿出來了 是多血還是甚麼事 他們都是 團手團腳 會啦 因為照片都是兩三日後的照片 都沒有血乾乾 都是非常不安的 但這件事 有一個 就是說 免軍在這些屍體下面 放置了地雷 哎呀 真是越玩越狼 是啦 這個是真是 在不尊重屍體 其實在佛教國家裏面 是相當 對於我們倫常的概念 是很大的侮辱 即是你在佛教國家 我們現在中有個入土為安 是的 在佛教 入土為安其實就不是 不是 死無壯身之地 因為佛教是火葬的 所以這個入土為安 是我們中國人的 但是你對屍體的不敬 我相信東南亞國家 都是 是一個非常無恥 或者不道德的行為 好 我們看看下場 我們剛才說到一個是黑陰地方的自衛軍 或者一個是 或者是省地區的自衛軍 現在政變之後 不少年輕人加入各地的自衛軍 一個黑爺人民自衛軍 發放出來的相片 這個就是他們在迪摩蘇 我們之前都有報道過的地方 在地區發生了好幾次的軍事衝突 每次都是免軍方面 是處下風的 這裏就是他們在軍事訓練 期間他們的逃離 其實大家都看到 此消彬獎 免軍只有越來越少 但是人民衛軍就會越來越多 是的 好了 剛才說到一個石階省 有一些村民被殺 在14日 即是前日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 這是一個聲明 不知是緬文 其實我都不懂得看 它寫什麼 有一個是溫托鎮人民自衛軍 他們發表聲明 他們將會進攻當地緬軍的部隊 以及去追隨者 譬如警察部隊 隊伍軍人和他們的支持者 類似我們上次所說的 例如拱法黨或一些軍派的官員 因為這些人破壞了這些地區的和平 可以看到石階省 大家都記得我講過 是一般中央政風制 或者在今次政變之後 是軍方控制的地方 但在石階省 都已經有不少地區 有他們人民自衛軍的組成 所以我們樂觀地看到 其實反抗軍的勢力 就越來越壯大 另外就是講一些不開心的消息 就是剛才台長說過一些武漢肺炎的事情 我們看看一張圖 一個是緬年7月確診人數 急升 我做出來的圖 6月的時候 其實都是講幾百幾百 到6月中開始急升 好了 我們看到去到14號 即是昨天最新數字 昨天那個數字我還未有 15號的數字都可以看到 16號的數字要明天才看到 好了,就有7千多 突然爆到 還有我們一直強調 這個是官方數字 其實還有很多沒有報道出來的 因為可能是不知道什麼事 或者那些是通訊設施落後的地區 或者那些地區根本都沒有能力去做測試 所以現在7千多 可能實際確診人數 可能是8千 可能9千 甚至一萬都不出奇 每日的死亡人數 即是近幾天 每日都幾乎100 6月以來死了4千多人 所以造成火葬場不足 火葬場不足 大家要排隊去看屍體 消失 在9號開始 軍方 所有的政府訓練學校 軍校都暫停上課兩個星期 嚴禁進出 他們可能依然在刑區裏面 但就不上課了 但在刑區裏面 跟上課都沒有什麼 你一樣是集中去裏面 因為現在軍方很害怕 在軍營放了些人走 之後 那些人不回去報道 當然了 出去了 還不再回來 另外 在再左日 即9號下令軍校 在8號下令全國的中小學 9號到23號期間 暫時關閉 現在緬甸有9成的城鎮 都已經有感染病例 也有很多城鎮 已經封城令 所以上星期我們看到 確診人數 以及當地的陽脈不足 很多患者是呼吸困難 就需要氧氣 上星期有些照片 看到大家排隊 是幫私人購買氧氣瓶打氧氣 好了 我們看一張圖 下一張圖 最初排隊去 ATMI 這不是排隊在銀行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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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都是華人 譬如鄧家熙 他們都是華人 當地有很多火瓶 軍方下令要排隊配給 每天每道地區燒幾條屍 但屍體燒得 不可以突然加幾個火葬 即燒屍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都頗透閒 另外說到疫苗 好了 軍方購買了200萬劑俄羅斯的疫苗 以及500萬劑大陸製的疫苗 好像是割藥 但都是700萬劑 最多是350萬人打 但全緬甸是5千多萬人 杯水車身 好了 起的時候 我們去緬甸北方的鄰國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免費供應 但我相信是比較難的 你看台灣的個案 已經知道了 哇 他現在去找疫苗已經很辛苦 緬甸理論上 如果軍方懂得做的話 他們會問中國拿科興的疫苗 但大家都知道科興疫苗現在不行 所以緬甸人們都未必有信心 其實我們大家記得 我上個星期說了 在1月的時候 緬甸已經開始打疫苗 科興疫苗 不是亞色康 韓山素機 不買回來的 是亞洲最早打 即東南亞 亞洲最早應該是以色列 東南亞最早 或者其實在亞洲來說 都是最早的國家之一 即是打疫苗 去跟印度 但因為跟軍方上來之後 就停了 現在就跟俄羅斯和大陸去買 但相信絕對不夠 所以形成緬甸疫情非常嚴重 引致大陸關閉兩地口岸 關閉口岸 擔心兩地的人民來往 將疫情帶去大陸 其實已經有了 在7月8日 關閉牧者和大陸那邊 兩個關閉口 中文是寫牧者 你們看英文的報道 就是Muse Muse 那時候就不要讀成Muse Muse Muse有幾個意思 英文是甚麼 Muse是微錄 Muse是甚麼花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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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神 亦是一個不知甚麼花 但如果在面來 他讀成Muse Muse Muse 所以我在這裏 我習慣了叫他做Muse 寫一寫牧者 我講是講Muse 關閉了兩個口岸 另外有幾個口岸 4月開始已經關閉了 所以造成很多的商品 或者農產品 是過不了去緬甸的 好了 但是關閉口岸 是不是應該是人員都過不了 又不是 有些人員都過不了 還有上個星期 記得嗎 我們就報道過 在廣西靜西縣 呼籲一些人回去 就是那些網絡編圖 其實這個一直都有 我上個星期都說了 但原來這些人太多了 我們先看看張圖 這個很過癮 每天限額多少個 限量接受 只有一字 每天限額多少 你估計 一零 沒有十個那麼多 這麼少 一百 一百五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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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回來的人太多了 不要回來那麼多 可能又要隔離又行 一百五十個 在大陸的說法 就是這裏 主要都是一些 除了一部分 在緬甸的商人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這些 詐騙犯來的 大家可以想想 每一百五十個 由四月到現在 四月的時候 都沒有限額 所以大陸 在緬甸的詐騙犯 有多少 自己計算 我真的不懂得計算 都挺搞笑的 好了 這個 好像沒有什麼報道 好了 那就 再來 我們先看看下一張圖 台章剛才說 就是說有個 比較重要的 這個新聞 大家一聽到 反應是很大的 是 但是我們聽到 反應大還不大 我們都要查 很多人相信 很多人相信 很開心 看到某國的一些軍官 被殺 很開心 這裡就看到 緬甸有個V字內 在上月底 應該是五月至六月的時候 在緬北山區攻擊了緬冠 裡面其實有某一個國家的軍人 十多人運到裡面 在那個行動裡面 大家留意 在該行動中 共列殺 你不要看錯 不是中共 共列殺 我們也不要觸犯假新聞 或者什麼 行動中 共列殺 最少是一個連隊的緬軍 裡面包括了某個國家的教官 有人看到很開心 很過癮 現在這個V字內是什麼 原來V字內不是緬甸的反抗軍 在緬北不是緬甸反抗軍 你聯想到什麼 應該是外面其他國家 外面在哪裡 緬北 以前最早在緬北聽到是什麼軍 我知道 緬北是民國民黨 你來的那些都是 那些都是什麼 現在V字內其實跟那群人無關 但是據說 有人傳說 在大陸過去的一個 最早在哪裡放風 是一個叫緣洪兵的人 放了出來 緣洪兵近幾年 都很紅的 說了很多是反共原來之類 我想這裏 我不多說緬洪兵 大家如果有興趣 自己去看看 查一下他的背景 最初去年是放了出來的 就說 有一個在中緬太金三國地區 有一個形成了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的基地 這是緣洪兵所說的 不是我所說的 最高的代表性就是V字內 中國自由軍 好了 原紅兵說幾千人 不要說我有假新聞 我是轉述緣洪兵所說的 我也沒有打算 大家查緣洪兵 我一陣子就查到 我也沒有打算 說出自哪裏 看看緣洪兵所說的 因為我一陣子就說 為什麼我不說出自哪裏 什麼媒體 好了 他就說 為什麼我們剛才看到 大陸強制緬甸的中國人回去緬甸 就說 因為這個V字內太會約了 怕他們吸引了很多當地的中國人參加V字內 所以就快點叫人回去 你信不信 當然不信 好了 現在V字內 是什麼呢 其實在去年9月左右 V字內發佈了Youtube 有三個人 穿了軍裝 戴上頭罩 戴上臉 戴上什麼的 就是用一個不方不仁的方調 就是用普通話 他們講普通話 我們台灣姓國國語 發佈了一個正義宣言 要通過武裝反抗 中共暴政方式 來摧毀中共暴政 我轉述他們 各位監聽的監看的 記住 我是轉述他們 YouTube上面有 你們可以要求 YouTube 下架 下架 好 好了 但是有幾真呢 這個V字內 要問一下袁洪碧教授 大家會叫袁教授 好了 台長不信 其實我也不信 我們講過這張新聞 不是我們信 問題就是 你YouTube 在現在這些網上 很多這些嘩重取重 說到大家很興奮 但是過了兩天之後 大家知道一定是留意 久而久之 大家見到這些 尤其是我 一定是大家折扣 例如有一個人物 就是郭文貴 他說的話 我們用很粗俗的說話 信他一成 就雙目失明 我就只有一句說話 但是現在連雙目失成都不夠 我就沒有說 我就不思信不信 我就沒有什麼 我就一八個字 沒有冰冰 不信文貴 你又說 冰冰怎樣怎樣怎樣 又有片又成 你拿給我先看 不是 有片我也不信 有片我也不信 現在是AIA 沒有 一定有一個 極度懷疑的概念 是吧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你說不理誰 因為看裡面 這個已經不合理 不合理的原因 很簡單 因為你說 放十個特種部隊下去 哇 那被人捉了怎麼辦 那你怎麼回應 這件事 而且特種部隊去那裏做什麼 他說一個指導連 即是教人怎樣 指導連你不用特種部隊去 大佬 你不是去緬北山區 緬北山區 你不夠當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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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夠特種部隊 除非你說去首都 我相信 是啊 就是不是信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那他可能就是說 哦 不是的 譬如廣西 在雲南 雲南都有些深山野嶺 他們都有些 這樣的特種部隊訓練出來 不出奇 但是一個問題 一個年 打死一個年的緬軍 一個年大概幾人 去不去到五十人 不知 不知 一百人 例如一般 我用中華民國的編制 一個年有三排 一個排有三班 一個排有三班 一班若莫是九到十幾人 那你就算一下 這裡加上 其實連軍官班 其實你大概都若莫接近一百人 那你擴充一百人 擴充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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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死一百人 我們報道這麼久 這麼多次的武裝衝突裡面 最多都是說 打死三四十人 已經是重大勝利 你說有一個衝突裡面 打死一百人 我想這個 是絕大新聞 是絕大新聞 不論地方軍 或者什麼都好 外國傳媒都好 都會報 甚至大陸的傳媒都會報 你如果打死一百人的話 我想請問 V字裡需要出動幾多人 才能打死一百人呢 很大型 可能是出動五六百人 或者是出動一千人 那你趕到免山區 你山區 你一次一次戰爭裡面 容納不到那麼多人 那還有 還有 免北 大概應該是神邦裡面 神邦裡面有多少大小小的武裝力量 你突然間多了幾千人的外來力量 當地武裝力量 容不容許這些人存在 先打都先打你 我不論你什麼 你的角色是什麼 他們連自己 隔離山頭的人都容不下 更容納你其他的外國人 是不是 我們看一看 在兩三個禮拜前 我們已經講到 神邦有多少武裝組織 內部都有衝突 神邦裡面的 不同派系的武裝組織 他們都有衝突 何況你這個外國人 如果你說中國人 你免得別人來說外國人 絕對容納不到 接下來我們就講到 神邦裡面的事情 去緬北的山區 應該就講到神邦那邊 好 起七七號 有一個新成立的 神邦政治組織 叫神邦聯邦陣線 和一個叫做神邦解放黨 呼籲 呼籲建立一個 所有當地的反對軍 統一戰線 所以我們 禪幫兩個正在發生衝突的 兩個敵對團體組織 大家聽說 這兩個敵對團體是甚麼呢 我們看看下張圖 我們上個星期 就講到他們的衝突 就是這幾個地方 下面三個地方 一個叫南道 一個叫皎蜜 一個叫阿勢 他們在這三個地區 就有衝突 衝突的幾方 一會兒我再講 最主要是一個南禪軍 南禪幫軍 聽過名字就知道是南方 是不是 但原來 在木者那裡 曾經發生過的 我們先看視序 好 先放在這圖上 好了 剛才所說 這個是新成立的 禪幫聯邦陣線 現在暫時未有人知道 即是我們這幅圖的右上角 和這個禪幫解放黨 是新成立的 未有人知道它的勢力是甚麼 他們的背景 或者是實求到哪裏 在7月7日成立之後 在7月11日 就向軍方成立的 國家管理委員會宣戰 另外 我們看回我們之前說的 敵對或發生衝突的團體 在上星期我們說 中間禪幫進步黨 和德韓民族解放軍 他們聯手和禪幫重建委員會 即是南禪幫軍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的地點 就是剛才那張圖 我們先上去看 我們看看 現在有消息 這兩個聯軍 受到另一個更有實力的 是亞邦聯合軍去支持的 因為裡面比較混亂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圖出來 給大家有個印象 是誰打誰 根本這些打來打去 真是一塊雲 是的 我們看到了 在這裡 其實還有好幾個 還有十幾個地方 武裝力量組織 在這裡 是沒有參與這次行動的 因為他們這裡 已經有十幾個武裝組織 政府軍在哪裡 只可以在左邊 右邊是邊境 看到世襄板納 上面是Moucher Moucher是邊境口岸 好了 在7月8日 我們看到 禪幫重建委員會 即是南禪幫軍 稍後我會詳細再介紹一下這個組織 在7月8日 就呼籲 就是上面那兩個 跟他們對抗的組織 大家停火和平解決這件事情 他還說到 你們兩個人走到我控制地區 來打我們 攻擊我們的據點 好了 我們回到剛才的衝突 他打的就是下面那幾個地區 其實在四月初 或者五月的時候 再早的期 其實在較早之前 這個 禪幫進步黨 即是打南禪幫軍的其中一個 一個組織 他調校的時候 就是警告 就是通知 這個南禪幫軍 離開Moucher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 Moucher的其中一個陣 Moucher其實是一個大的城鎮 一個大的口岸鎮 其實旁邊有一些小的鎮 都是屬於管的 其實在一個地方 叫萬河的地方 禪幫進步黨 通知南禪幫軍 麻煩你離開這裡 大家看到 幾複雜 南禪幫軍的據點 其實在下面 下面 即是南亞的下面 但是他們可以 那些軍隊 是去到上面 沒有射那麼遠 所以 可以想到 上面是多麼亂 好了 為什麼要離開這裡 因為這裡 中國要建立一個 中緬跨境經濟合作區 這裡就牽涉到中國 所以 為什麼雙方的衝突 我們之前一直都說 為什麼他們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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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所以 還有這裡 未來都會有一些 除了氣管之外 還有更難建設在這裡 譬如 鐵路 橋樑 即是中緬公路 有一條雲書走路 由這裡 一路由上面 一路由雲南 到泰國 一條鐵路 公路 會經過這些地方 好了 這樣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 這個 我們剛才再翻看 剛才的圖 那兩個組織 為什麼會跟藍城邦關打 最主要就是 雅邦和聯合軍支持他們 而雅邦和聯合軍 據說 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友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前身是由緬共 是一路流傳下來的 即是緬共 他就分很多支軍隊 緬共 但他們現在不用這些共產黨的法律 沒有的 但有些是分裂出來之後 和緬共是徹底切割和反面 但有些依然是友好的 但這些無論怎樣說 都是利益問題 對 南城邦軍在7月8日聲明 其實有一點是說漏了 聲明是用兩種語文 說出來的 你想不到 英文會有 給我一個看 是普通話 中文 不是緬文 很小 用中文和聲明的文字 用中文和英文發佈了聲明 不是用緬文 大家想不到 好了 因為有些人相信 中國的政府 共產黨和中國商人 是他們比較相信 這個禅邦進步黨 因為他們這個禅邦進步黨 的前身是領導人 前身就是緬共出身 所以中國人覺得 他們比較可信 好了 另外這個禅邦下面 南禅邦軍是什麼呢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對抗 有一個這樣的分析 最主要是中國人不相信 南禅邦軍 為什麼會不相信 我們看看 南禅邦軍是什麼人 最主要我們先看看 他們那個領袖 就是叫做邵耀世 他是善族人 他父親就是華人 中國人 最重要一點 他1975年的時候 當他17歲的時候 他參加了禅邦軍 當時還未分為南禅邦 北禅邦 都是叫做禅邦軍 後來才分裂兩支軍 他插入當軍 到了1977年 即1919年 去了泰緬邊境 接受一個軍事訓練 誰提供軍事訓練呢 泰緬邊境最擅長的軍隊 是什麼人呢 羅生漢 羅生漢 當時 還未出來 1977年 都已經 收屁 都未收屁 他已經在做保鏢 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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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中國 是中國 不過是中華民國 那裏 泰緬邊境最厲害 都是國軍 他就是那裏接受國軍的軍事訓練 軍官訓練 接受了一年 好像是軍事訓練 就回到自己的部隊 就是這個禅邦軍 去到 升級很快 八年 八年升級到營長 正式的編輯來講 營長到很高級 即是到宗教上 宗教上 宗教級的禮經 就是負責 是一個禅邦南部的執勤 到了90年代初 禅邦軍分裂了 其中 他成為南禅邦軍的主要領導人 應該讀超 超 不是少 超 超 超要勢 到93年 昆沙 昆沙是他的禅邦名 他的中文名叫張奇夫 張奇夫 他父親是壞人 他打著禅邦獨立的旗號 所以禅邦很多武裝組織都加入 組成一個叫蒙泰軍 昆沙當時力量非常大 但是由於昆沙也是走差一步 他急於吸入更多的反抗軍 其中一個 吸入了很多學生軍 吸入了學生軍有什麼問題呢 這些讀書不成壞事 他帶免主義 帶免族主義 排擠華人 排擠華人 但是禅邦來說 很多地方軍 最有力的地方軍 都有華人的影子 甚至是華人的組織 在這次排華行動裡 形成了昆沙部隊的分裂 包括了一些本來擁護華人的武裝組織 所以引致到去到 他不是叫排漢嗎 排漢才對 即是漢人 如果我們講華人 大中華主義來說 泰族 他們那邊很多 大族都是叫華人 雲南那邊很多不同的種族 所以叫排漢 排漢運動 排漢運動 其實就開始分裂 昆沙叫蕭耀世 回來總部幫忙 看餐場 蕭耀世很聲明 他就沒有拒絕回去 1996年 昆沙其實都形勢事不與我 所以就跟免軍談好了 我們就是停火協議 有些是趕投降 其實也不可以趕投降 其實昆沙一路來說 在軍方 都有代表 在軍方那裡 甚至公開場合 都會見到軍頭旁邊 即是總統附近 都有昆沙的代表 起碼電視傳媒都見到 只不過我們外人不知那個 只是多告 到了1996年 昆沙表示 我們就要跟軍方簽 停火協議 跟他們接受招安 接受招安 在總部會議上 今次昆沙就回來了 就是要回去開會 在會議上 就痛哭了 反對 反對今次接受招安 就對天發誓 拒不投降 接著就帶領自己的部隊 離開了昆沙的總部 去到神邦中部 成立了一個 叫做神邦重建委員會 他附下的軍隊就叫做南善邦軍 戰隊南善邦軍其實是在善邦的下面 由於他的背景 是什麼背景呢 就是當年他是國軍訓練出來的背景 所以他並不受到中國人的信任 所以才會有傳說 其實今次的對抗行動 有一個中國人的影子 但是現在有新的政組織 或者其他的神邦的其他地方軍 都不希望他們繼續打下去 好了 所以現在有人出了聲做和事佬了 會不會說這個衝突會解決呢 不會 我是樂觀於期望 希望會 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敵人在 如果是意識到這件事 根本就不會有衝突 其實剛才那裏我們見到一個 剛才那裏我們見到一個衝突的地區 我們看看剛才衝突的地區 其實那裏有一個叫做中緬經濟走廊 其實是一百年已經簽了 其實就是由這裏一路 雲南省通往中部的緬甸 中部的曼德亞省會繞個圈過去 由沐西那邊一路繞個圈 也同時經過這地方 會經過大半個緬甸再去泰國 因為其實他最主要是什麽呢 他經過中間 曼德勒那邊去到左邊 因為他的氣管 由那邊過去的 左邊的曼加拉那邊去的 另外鐵路就是下面有海港 深水港就是在下面 就是仰光旁邊那邊 他亦有一條鐵路通過去的 是公路 另外一條鐵路就通去泰國 所以這裏 現在見到這裏衝突的地方 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有戰略地位的地區 所以有沒有中國影子在這裏 不知道 即是說 希望有個最大的共同敵人 就是左邊 盤踞內比都的軍方 希望他們放下成見 那你那些利益 我們打完這個 再計算 再計算 所以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看看會不會 比較新的進展 是 好 我們今個星期的緬甸局勢 我們講到這裏 再補充一下 在學生會那裏 國安警員搜查了三個小時 學院 還簽輯過手機 學院的相機 蓋張錄音筆 和學生會的道歉信 都被檢奏 總之有什麼可得留 但是 即是港大同學 他們事前 他們有沒有預計到這件事 或者做足一些相應的措施 因為你們不敢說 雖然時間長了 但我們講一講 港大校方的態度 在這件事上 港大校方除了譴責當日 譴責學生會之外 到今時今日 國安處進入校園裏 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其實這一個 我們不要講到英國時代 我們只是講到 我們在中國歷史上 我們由古代的 即是 西漢黨固之禍 是泰學生 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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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 好像沒有進入泰學裏面 在外面 抓人去斬 泰學 是神聖地方 甚至去到 去到 我們晚清 有真正現代大學出現之後 軍閥時代 北洋軍閥 都沒有 他們 都不容許 這一個 軍方 進去大學裏面 我想一下 五四 五四 有沒有進去 我一句說 有些地方 即是有部分 我 進去幾次 不是一次 即是 現在是 用一個比較貼切的軍管 實際上是軍管大學 即是 現在他們 連這個軍閥都不如 是啊 我們在當年 即是 在北京的大學校長們 我們包括 我們 蔡元培 蔡元培 其實 各間大學的校長 都堅守了信念 是不讓軍人 不讓政府進去 不是不讓政治進去學校 是不讓政府進去學校 這個傳統 去到 國民政府去到台灣之後 都還順手 傅施連 傅施連 四九年 在這個 排萬七 即是警備總部司令 帶隊進去台大 他不是站在門口頂住 他站在門口頂住了很久 他頂不住之後 你進去要拉營的話 你不可以傷人 如果我有台大 有一個學生流血 我都會找你排萬七 拼命 這些就是大學校長之風 就算去到八十年代 在台灣 新竹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有個研究生 被人報傳 說他是一個 有一個 共產主義思想 看書籍之內 要進去 問話 調查局 即情報人員 都要問准校長 當時交通大學 當時交通大學校長 兩個多星期 三個星期 不批 然後趁我出國 去美國 去一個月 新竹情報集 即當時的新竹情報單位 趁校長不在 進去校內捉人 校長回來 立即拍桌 拍桌 殺上家人 為何情報人員 未經我許可進來 新竹館調查站站長 被徹職 當時是戒嚴事後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們香港各大學校長 你們的風骨去了哪裏 沒有的 這班根本就是學軍 大家要繼續來這裏 為何呢 整個節目的精華 在後面的角落 去英國 希望跟著美國佬 放寬對香港的移民 我們可能節目要調價方 就不去英國 去美國 美國 或者Joe 有介紹過加大 大家不要談開 跟著聽到最後一次 是